女孩被困地下和怪物生活一年,还驯化怪物,让她成了自己的保镖。 今天星际给大家带来科幻精索篇《星际叛将,欧西里斯之子》。 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星际殖民的时代,凯恩是一名星际将领,平时都在地球上控的星剑之情。 这天女儿英帝过来探望父亲,由于普通人无法进入星剑,凯恩只好带着英帝来到地面进行了设计训练,之后还将英帝安排到地宝休息。 地宝是大人物们为防范特殊状况而建造的避难所,那里十分安全,但是英帝却嫌弃地宝里过于无聊,于是便向父亲申请去地面度假。 父亲觉得最近地面还算安宁,同意了英帝的请求,但是很快他就开始为这个决定后悔了。 就在英帝去到地面之后,星剑高层召开了紧急会议,据大boss所说,地面上的监狱发生了暴动,几名携带致知名病毒的囚犯逃出了监狱, 为了阻止病毒扩散至宇宙,星剑决定放弃地球,24小时后引爆那里的核弹。 高层军官里有一位是凯恩的铁哥们,散会之后,铁哥们立马告诉了凯恩实情, 原来大boss口中的病毒居然是星剑自己研究的生化武器, 他们将那里的犯人改造成生化兽,然后将生化兽运去不肯归顺的星球, 破坏掉那里的原生态,以此来达到星际殖民的目的。 这次的越狱事件逃出来的其实就是生化兽,凯恩无法舍弃自己的女儿, 他驾驶战机背叛了星剑,星剑派出战机在后头紧追不舍, 最后击落了凯恩的战机,不过凯恩还是在最后关头弹射了出来。 来到地面后,凯恩接受了刚从牢里逃出来的阿赛,阿赛正是越狱事件的策划者, 他和好朋友从监狱里逃了出来,还身边释放了实验室的生化兽, 到生化兽的扩张速度来看,恐怕在核爆之前, 生化兽就会先把地球上的人类屠杀干净。 凯恩对地面缺乏了解,于是便请求阿赛同他一起去首都救出英帝, 阿赛可能也是一位父亲,答应了凯恩的请求。 男人来到一间酒吧寻找交通工具,在那里遇到了一对刺头, 刺头问凯恩要过路费,身为军官的凯恩出手扩着,开口就是一万档, 刺头见凯恩这么好额,立马坐地起价,将价格升到了两万档, 凯恩也没多废话,两万就两万, 看来平民的世界和上层社会差距不是一点半点, 截至凯恩又供应了两个磁头的汽车,带着两人一起上路, 他们来到军火商这里购买弹药,又被黑心军火商额了一笔, 就在军火商为这笔买卖洋洋自得时, 生化兽却潮水般涌了过来,送两个军火商领了盒饭。 凯恩四人继续赶往首都,很快生化兽就杀了过来, 凯恩和阿赛突围到自己家中,刚进家门就发现地上躺着烧焦的尸体, 好在尸体只是庸人的,女儿英帝并没有蛤屁。 凯恩带着英帝返回到车上,发现刺头男已经牺牲, 只剩女刺头开着汽车前往地宝。 车开到半路上,新剑派出的无人机又跟了上来, 无人机对着汽车疯狂扫射,将汽车射成了筛子, 凯恩和女刺头都在射击中不幸牺牲,只剩阿赛和英帝活了下来。 这时生化兽也靠近过来,阿赛顾不上死去的凯恩, 抱着英帝朝地宝跑去,然而还是被生化兽从背后击中, 阿赛的身体也因此被感染。 这时星剑那边也引爆了核弹,两人赶在最后一刻,成功进入了地宝。 进到地宝之后,阿赛的身体就开始变异, 眼看阿赛就要变成嗜血怪兽,这时却画面一转来到了阿赛入狱之前。 阿赛原本是一名医生,但是就在执勤的时候发现七儿发生车祸,被送进了医院。 最后七儿双双蛤皮,阿赛情绪失控,冲进手术室弄死了赵氏的车主, 他也因此而进了大牢。 可能是那次事件带给阿赛强烈的教训, 从那之后他的情绪控制力变得极为强大, 这份自控力现在终于起了作用。 虽然阿赛变成了生化兽,但是他却成功地保持了理智, 他学会了和英帝用手语交流,还成为了英帝最信赖的依靠。 距离荷包一年之后,新剑派出考察队来的地宝, 变成生化兽的阿赛没有多废话,直接弄死了一名队员。 英帝询问另一名活着的队员, 新剑高层如何对外宣布地球上发生的事情。 队员告诉他,官方说法是, 囚犯人越狱的时候不小心引爆了核弹, 最终酿成大祸,这锅甩的是真的溜。 最后英帝威胁队员,让他将自己和阿赛藏起来, 带去新剑。 在阿赛的威慑下,队员只好带着他们上路。 在新剑,新的故事即将上演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 这里是科幻战舰, 要是喜欢新剑的解说,就点赞关注一下吧。